大家好,又是我五個 今天是講旅遊的 很久沒出這個旅遊片 為什麼會出旅遊片呢? 因為我快要去旅行 又是去哪裡呢? 都是去東京 所以接下來會出一系列關於旅遊的片 當然不少都是去東京時候的Vlog 希望大家喜歡吧! 首先今天這條片第一個要講的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是幾年前三四年開始找到的 叫做KK Day 我覺得這個網站很棒 為什麼這麼棒呢? 聽說是台灣一個人搞的 他搞這個網站的人 聽說是在一些大公司走出來 因為當時他就沒有這個 在台灣這個平台 沒有一個平台去找一些 所謂的深度旅遊 所以他就搞一個網站出來 搞一下就越搞越好 就去到各個地方 香港都有 這些故事是我的導遊講給我聽的 我又慢慢講給你聽 怎麼認識這個導遊 現在都成為我的好朋友 都幾好玩的 首先為什麼我要推介這個KK Day 就是他好處是 去旅遊你可以是自助遊得來 又可以有一點深度去旅遊 我想大家自助遊很多地方 東南亞區都去不少 比如這些台北台中 這些不用說 萬谷這些都去 高雄這些都去 東京大阪這些 澳洲這些全部都去過 很多時候 比如我去東京這樣 來去去你都是去過那些 即是你去開去熟的地方 很開頭你當然是緊的旅遊書 走一下你都自己走慣了 走熟了你都知道 有些地方你很想去 但變了就可能 每次去都差不多 幾年前我有一次 不知道什麼渠道 就知道有一個 KK Day的名字 我不知道KK Day的意思 如果大家知道 不妨告訴我 就叫KK Day 有人介紹還是 我都忘了做 不知道怎麼來 總之就知道這個網站 進去看 進去看 就覺得幾好 很簡潔 你想去什麼地方 按進去 就會推介 有些熱門的地方 有些旅遊的優惠 那次去呢 我應該是去韓國 那次去找的 這個 立山黑布這些超棒的 為什麼它好呢 就是它都挺深度的 可以給你 譬如你去七天 或者五天 那你其中想一天 就去一些特別的地方 你可以來這裡選 選一些特別的地方 那我試一下給你看一下 譬如去韓國 那才算 那你去到首爾 那你去到首爾之後 那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地方 譬如想去玩玩活動 還是去買一些門票 譬如去買門票 譬如去買門票便宜一點 譬如去買的士尼門票 譬如去日本買的士尼門票 譬如去買的士尼門票 譬如去買的士尼門票 譬如去日本買的士尼門票 譬如去買樂天門票便宜一點 有些觀光旅遊 他也會告訴你 有些什麼攻略 怎樣去 那我那次去一個網站 然後到這網站 然後去找 其中有一個 就是去一個 在火車軌上面 踩單車 類似這個 這個也很好 剛剛看到這個 我覺得挺特別 它在天空上踏車 它叫做天空鐵路腳踏車 跟我上次的差不多 上次的不是天空的 它是在深山裏面 踩單車的 踩一下就捲進隧道 隧道裡面有很厲害的音樂 然後又可以看一些很美的景點 很慢很舒服地踩 所以我覺得很棒 如果平時去的話 未必能去到什麼地方 當然你也可以去的 因為有交通可以去到的 這是其中一個 交通配對都說 做好給你了 譬如要搏車的話 告訴你在哪裏搏車 在明洞等 集合之後就有旅遊巴 載到這個目的地 然後就可以賣入場券 這樣就完成了 這是其中一個 例如女生最喜歡的 穿著一件古裝 即是韓國的古裝服 然後去拍照 在故宮拍照 這些也很棒 我覺得它是便宜的 我覺得算是 67元 應該是便宜過當地的 例如這個 大家都很清楚 去韓國拍這個證件相 是超正的 差不多 好像弄了容 但是又認到你的樣子 沒有人說認不到你的樣子 我想很多女生都會去那邊認 又有些特價 這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每次去旅行前 基本上我就不用計劃 因為五嫂喜歡計劃 他們計劃行程都很好 所以我就不用教 不過偶然我就會上來看看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東西 想去 譬如今次去日本 我就會選一下日本 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想去 那我前幾次又去 譬如初初 進來這裡看 就買 買門 捐 第一個應該先買西瓜卡 買西瓜卡 已經寄了一張卡 旅行前已經收到西瓜卡 西瓜卡就是 那個 那個 地鐵 就是搭地鐵的那張卡 我看這裡看 先看 你可以買JR Pass 都有的 有JR Pass 是便宜一點的 那你買去機場巴士 也可以 也有便宜的 這張西瓜卡 那 因為初初 很早期 我自己去 沒有西瓜卡 通常都是這樣 買票的 後來發現西瓜卡 好像比較方便 就買一張西瓜卡 那如果你在日本買西瓜卡 就要在當地 又要講一下日文 去到他的機場 那個 那個 售票署去買 都可以的 不過我那時候就試在香港 收到一張卡 收到一張卡 之後去到機場 即是日本機場 那邊 就這樣儲值 入錢下去 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也很棒 可以試一下這些 買一些門券 也是划算的 例如買迪士尼門券 那些 你可以買定些Fast Pass 也是不錯 現在我發現 好像多了很多地方 我那時候看 好像沒有那麼多地方 現在有賣英國 所以接下來去倫敦 那些可能都可以 進來這裏看一看 因為都好像 真的不錯 這個地方一定要去 我真的很想去 這個地方 未去 有機會一定要去 那是啦 今天我就主要想 介紹這個網站給大家 大家如果 就來去旅行 或者想去旅行 不妨都來這裏看一看 先 不要浪費 有時候可能拿些靈感 不一定要在這裏買票 你可以拿些靈感 看看他有什麼地方去 你可能 砌一砌一砌 你一個旅行 有些新鮮感 不需要去 都是去一個地方 又方便 又不用錢 看資料又不用錢 你真的覺得OK 你才在這裏買 你可以先價價 不過我隔過隔 我覺得他這個網站 會賣的東西是很划算的 還有是未講完 上次去 找不找得回 那次是去東京的 東京的 是去1日旅行的 我很喜歡他的服務 本來他成團 他就說五至六個人成團 終歸去到竟然是可以 我和五嫂兩個人 加上導遊三個人 變成三個人都成團 他都有車 那次是有一輛很小的車 那些是私家車五人座位的車 接我們去 沿途那個導遊 因為他是香港人 香港的男生 過了日本讀書 讀完書之後 他就在那裏找工作 後來就做了 免得導遊 所以我就和他熟落了 聊了很多 就是KK Day的老闆 是怎樣開這檔生意 就是他告訴我 跟他聊了很多 所以做了朋友 有時就WhatsApp聯絡 那就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 變成好像是 包了一個導遊去成團 整個過程 你就去那個地方 就很棒了 可以問很多事情 如果你一班人的導遊 十幾二十個 你很多時候 聽不到導遊說什麼 就好像趕鴨仔 那樣 但是那次就很棒了 整個過程 我又可以問他很多事情 這個地方歷史 是怎樣 其他 譬如日本方面的生活情況 有些人說去日本買樓 日本那邊 其實買樓又怎樣 那些人當地的人 其實生活又怎樣 可以認識到很多這些 很貼身很地道的事情 我很喜歡這個過程 大家不妨都可以試一下 進來這裡看看 我覺得應該有得著的大家 對啦 今天應該講完 講了這麼多 明天就和大家見面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我和支持一下我 另外預告就是 快點到兩萬訂閱 如果到兩萬訂閱 就會送一些小禮物給大家 多謝大家 你這麼多的支持 還有給那麼多留言 鼓勵 多謝大家 好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